最近又常常有人问我 到底现在是不是投资房地产的时候呢 还有呢 投资房地产投资哪里比较好 是不是在有些地方比较便宜 就是应该买的地方呢 第一个 现在不是买房地产的好时候 最好是2024年下半年或2025年 房地产会跌到谷底 这个才是进场的好时候 第二个 会影响投资房地产最大的因素在哪里 通常来讲哪些地方可不可以投资房地产呢 我看几件事情 我们有三个要素要看 第一个 钱去的多不多 第二个 人去的多不多 第三个 维持成本高不高 举个例子来 人去的多不多的原因是 如果人去多是不是房地产的需求就会比较高了 第二个 钱去的多不多 也是不是当你钱多的话 很多人就想投资房地产了 通常在美国呢 现在来讲 钱多人多的大概去的地方 比如说加州 比如说德州 比如说波斯顿的area 比如说西雅图 这些地方是钱去的比较多 人也去的比较多 为什么我提到波斯顿呢 去年我在去波斯顿的时候有人告诉我 其实波斯顿呢 现在有个另外的外号叫什么 叫做药股 就是我们medicine valley 就像以前 Silicon valley 他们现在叫medicine valley medicine valley是下一代很多医疗技术啊 各方面 Biotech 这些的 所以很多资金过去了 有人甚至说过去两三年去波斯顿的钱 比去Sai Jose的钱还要多了 所以钱去的多 第二个人去的多 因为波斯顿除了有未来的发展以外 还有他的学校很好 所以很多人愿意带着孩子去那边念书 加州是居住舒服 德州没有所得税 所以很多大公司搬过去 但是有些其他的州呢 却不一样了 比如说像Illinois 芝加哥啦 因为搬去的人没有那么多 钱也没有去的那么多 所以房地产的成长就会受到一个一定的限制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是你的 维持成本最大通常我们来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 比如说是地税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到纽约长岛 我看到长岛地方很好啊 有海 离曼哈顿坐一个火车过去了二十几分钟 可是我发觉为什么长岛的房价老涨不过加州呢 后来我原来发现了 原来是因为它的地税高 长岛的地税大概是二点五到三个percent的市价 如果二点五到三个percent的市价 可是加州呢 虽然周税很高 其他都很高 但是它唯一好处呢 因为有以前有个十三号法案 地税呢 是按照你的买价的一到一点五percent 而且每年只能成长两个percent 所以同样一个房子一百万涨到三百万 可能在加州可能只要付两三万的地税 可是呢在长岛的话就要付到八万到九万的地税了 所以很多在长岛的人因为学区好 所以他们住在那边等到小孩子申请完大学上了大学以后 他们就卖房子搬家了 另外一个同样的情形在哪里呢 德州也是这样的情形 另外比如说州税高的New Jersey 像这些州税高的地方 房价都不会太高 为什么 因为你的维持成本一年同样的房子 在德州所要付的地税 会比加州会高个两三倍的话 所以你成长都被吃掉了 所以在那边地税高的地方成长都有限 所以这个原因来讲呢 Boston的地税只有一个percent 所以Boston一直在成长 Seattle的地税也不是那么高 加州地税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这些地方呢当房价跌到谷底的时候 倒是一个好的地税的地方 但是呢为什么德州呢 伊利诺 芝加哥这些地方 房地产只是短期的成长 长期并不好 它的房租不错 但房价并不成长并不好 这是里面影响的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 在下面呢就是看学区了 地点好不好了 所以你们要投资房地产 抓准这几个原则的话 通常不会大错了 钱去的多不多 人去的多不多 还有呢维持成本高不高 再来看location好不好了 这就是我对房财的看法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 理财或是保险等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您的意见或许会成为 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欢迎按赞 以及点击小铃铛 关注范宇财经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